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正弦函数、余弦函数、正切函数的合插角公式、背角公式、半角公式。 而有些题目可能不只有一种解法。 以前我们曾经使用过正弦定理或余弦定理所处理过的题目, 或许搭配这些三角比公式会变得更为容易。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正弦定理及余弦定理。 正弦定理 设三角形ABC中,ABC分别为角A、角B、角C的对边,R为外接圆半径, 则有sinA分之A等于sinB分之B等于sinC分之C等于2R。 透过上试推导出A比B比C等于sinA比sinB比sinC。 余弦定理 若三角形ABC中ABC分别为角A、角B、角C的对边, 则如果给定两边与它们的夹角, 可以利用A平方等于B平方加C平方减2BCcosA。 如果给定三边的边长而想计算某一个夹角的余弦值, 可以利用cosA等于2BC分之B平方加C平方减A平方。 设三角形ABC为1等腰直角三角形, 角BAC等于90度。 若PQ为斜边线段BC的三等分点, 则Tangent较PAQ等于多少? 不妨设线段BC等于6, 设D为线段BC的终点, 同时为A在线段BC上的垂直。 我们可以知道线段PD等于线段DQ等于1, 线段AD等于3, 由B式定理计算得线段AP等于线段AQ等于 根号1平方加3平方等于根号10。 利用于弦定理计算得cos较PAQ等于 2乘以线段AP乘以线段AQ分之线段AP的平方 加线段AQ的平方减线段PQ的平方 等于2乘以根号10乘以根号10分之根号10的平方 加根号10的平方减2平方等于5分之4。 于是sin较PAQ等于5分之3。 所求tangent较PAQ等于cos较PAQ分之sin较PAQ等于4分之3。 上面的立体中, 所采用的核心观念是余弦定理。 然而运用正切函数的背角公式也可以做得出来。 让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些公式。 1.正切函数的核角公式。 tangentα加β等于1-tangentαtangentβ分之tangentα加tangentβ 其中tangentαtangentβ不等于1。 2.正切函数的差角公式。 tangentα-β等于1加tangentαtangentβ分之tangentα-tangentβ 其中tangentαtangentβ不等于-1。 3.正切函数的背角公式。 tangent2θ等于1-tangent平方θ分之2tangentθ 其中tangent平方θ不等于1。 核心计算求得tangent较PAD等于tangent较QAD等于3分之1。 所求tangent较PAQ等于tangent2较PAD等于1-tangent平方较PAD分之2tangent较PAD 等于1-3分之1的平方分之2乘以3分之1等于4分之3。 怎么样?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做法呢? 在三角形ABC中,M为线段BC边之中点,若线段AB等于3,线段AC等于5,且较BAC等于120度,则tangent较BAM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透过余线定理求得线段BC等于7。 考虑三角形ABC的三个边长,可利用余线定理求出cosB。 再考虑三角形ABM,亦可利用余线定理写出cosB, 也就是cosB等于2乘以3乘以7分之3平方加7平方减5平方,等于2乘以3乘以2分之7分之3平方加2分之7的平方减线段AM的平方。 借此来求出中线长度线段AM等于2分之根号19。 最后利用余线定理得cos较BAM等于2乘以线段AB乘以线段AM分之线段AB的平方加线段AM的平方减线段BAM的平方,等于2根号19分之1。 再利用平方关系求得sin较BAM以及商术关系求得tangent较BAM等于5根号3。 在上面的题目中,可以将三角形ABC放置于坐标平面上A点00、B点30、C点5cos120度、5sin120度、即C点-5分之5分之5分之5根号3。 因为M为线段BC边之终点,可知其坐标为M2分之3加-5分之5、2分之0加2分之5根号3,即M点4分之1、4分之5根号3。 而我们知道所求tangent较BAM实际上就是直线AM的斜率,也就是tangent较BAM等于4分之1-0分之4分之5根号3-0等于5根号3。 怎么样?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做法呢? 正约弦定理和三角比公式有时能够相辅相成,必须要两者同时使用才可以解题。 在此,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背角公式。 一、正约函数的背角公式,sin2θ等于2sinθcosθ。 二、余约函数的背角公式,cos2θ等于cos2θ-sin2θ等于2cos2θ-1等于1-2sin2θ。 一致三角形ABC中,线段AB等于2,线段BC等于3,且角A等于两倍角C,则线AC等于多少? 利用正线定理,sinC分之线AB等于sinA分之线BC,若设角C等于θ,则角A等于2θ,并将题目中的线段AB等于2,线段BC等于3代入上市,得 sinθ分之2等于sin2θ分之3。 利用正线函数的背角公式,sin2θ等于2sinθcosθ,sinθ分之2等于2sinθcosθ分之3。 整理得cosθ等于4分之3。 利用余线函数的背角公式,cos2θ等于2cos平方θ-1等于2x3分之3的平方减1等于8分之1。 也就是cosA等于8分之1。 利用余线定理,cosA等于2x线段AB乘线段AC分之线段AB的平方加线段AC的平方减线段BC的平方。 得到1分之1等于2x2x线段AC分之2平方加线段AC的平方减3平方。 整理得2线段AC-10等于0。 于是,括号2线段AC-5乘以括号线段AC加2等于0。 解得线段AC等于2分之5。 我们可以发现,正于弦定理和三角比公式各司其值并且相辅相成。 像上面题目中,利用了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正弦函数的背角公式、余弦函数的背角公式不是很奇妙吗? 最后我们将这些三角比公式再整理一次。 合插角公式,设αβ为两角,则1,正弦函数的合角公式,sinα加β等于sinαcosβ加cosαsinβ。 2. 正弦函数的合角公式,sinα-β等于sinαcosβ-cosαsinβ。 3. 余弦函数的合角公式,cosα加β等于cosαcosβ-sinααsinβ。 4. 余弦函数的合角公式,cosαα-β等于cosαcosβ加sinααsinβ。 5. 正弦函数的合角公式,tangα加β等于1-tangααθ分之tangα加tangβ。 其中tangαθ不等于1。 6. 正弦函数的插角公式,tangα-β等于1加tangαθ分之tangα-tangβ,其中tangαθ不等于-1。 背角公式,设θ为一角,则1,正弦函数的背角公式,sin2θ等于2sinθcosθ。 2. 余弦函数的背角公式,cos2θ等于cos²θ-sin²θ等于2cos²θ-1,等于1-2sin²θ。 3. 正弦函数的背角公式,tang2θ等于1-tang²θ分之2tangθ,其中tang²θ不等于1。 半角公式,设θ为一角,则1sin2θ等于1-cosθ,2cos2θ等于1-cosθ,2cos2θ等于1-cosθ,3tang2θ等于1-cosθ分之1-cosθ,其中cosθ不等于-1. 在四边形ABCD中,线段AB等于D,线段BC等于5,线段CD等于5,线段DA等于7,且角DAB等于角BCD等于90度,则对角线线段AC长为和。 利用员内接四边形对角互补,再搭配余弦定理可以解题,或者运用合角公式计算出sin角ABC后,再以正弦定理解题。 再或者运用合角公式计算出cos角ABC,再以余弦定理解题。 不知道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法呢?或者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运用正余弦定理或三角比公式,或者综合运用两者,都让整个三角解题变得更加的有趣啊。 再看一次影片,刚开始的正余弦定理,以及最后重点复习的三角比公式,你会对它们更能融会贯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